好,各位同學,我們來上第二課 第二課,我們要教大家一個很重要的功能,叫回圈 當然在教回圈之前,條件判斷是程式語言的必備能力 我先,在開始,就是上課之前 我先確定一下,簡單幫大家複習一下 上一節課,教哪些核心函數 就是有Class,Lens,SXX,C,Levels 大概就是這四個是最重要的核心函數 你可以再把它寫下來,如果你今天忘記帶的話 那當然還有一些,你也不能算它是函數,什麼索引啊 對不對,然後我們教了一些技巧 就來說,當你想用索引的時候,你用那個變數 就是你用一個I這個變數,把那些重複會變的東西拉出來 對不對,這些東西你可以先記錄下來 這堂課後面的這個練習題,你可能會用到這樣子 我們這個課都是有遞進性的喔 就是你第三節的時候,你就會用到前兩節的東西 那你會越來越多,你手上有的東西會越來越多 那意思就是有點像你在解數學證明體的時候 這個,這個,一開始教的很少的時候 那練習題總是看起來特別簡單嘛,對不對 那,到了最後的時候,高中三年級最後的時候 就發現,這怎麼那麼難啊,那什麼都要用 對不對,大概就會有這種感覺啦 那我們現在來教大家這個條件判斷式阿 這個條件判斷式總共R語言裡面就只有 只有六個條件判斷的這個式子 大於,大於等於,等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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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於等於就是等於的意思啊 為什麼不是用等於 因為這個等於已經被另外,等於已經在這裡被用掉了 就是把右邊的東西傳到左邊去 所以在R語言裡面,如果你要問左邊是否等於右邊 你需要兩個等於 好,驚嘆號等於是不等於的意思 好,小於,小於等於 好,總共就四個啦 那怎麼用呢,怎麼用其實非常簡單啊 就是,呃,大概就是這樣用,非常簡單 小1小於2,那當然是true嘛 對不對,那回答你true 那,這個2等於等於1加1 欸,你有沒有注意到 等於等於是最後處理的喔 等於等於是最後處理的 就是,他不是先問這兩個是否等於 然後再加1 這樣可以了解我的意思嗎 好,那,z大於b 這個,文字也可以有大小之分嗎 喔,可以 因為,文字的背後大概有一套編碼系統 我想你們大概可以想像啦 畢竟電腦就是0跟1組合而成的嘛 對不對 好,那你可不可以一整個項量一起用條件判斷式 那答案當然是可以的啊 對不對,來我們來看一下喔 這個,好,x小於等於4 欸,你看他回答你tru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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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orce 那,x大於2 他回答你,false,false,true,true,true 好,所以你可以一整個項量一起檢查喔 這樣可以了解我的意思嗎 好,那我們繼續 這個大概都還很容易理解啦 那我們再交兩個特別的符號 一個是交集,一個是連集 好,交集是什麼意思啊 就是,兩者都是true 那你才能是true 這樣可以吧 所以,這兩者的交集 我們來看一下 他是不是符合這個條件 來,你們看 是不是兩個都true的,下來才是true 這樣可以嗎 那,反之就是false喔 交集就是這個意思嘛 我想交集這個 數學定義也不需要我多重複了啦 你們大家所有人都知道 交集是什麼意思 那連集是什麼呢 就是,任一個true 他就是,他就是這個 他就是這個 呃,就是true了這樣子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 大於4或者是小於等於2 那所以當然就是 小於等於2的這兩個有 啊,大於4就是5吧 對不對 這裡有處 好,這樣大概可以了解嗎 然後,有一個 我覺得,呃,就是我多年上課的經驗發現 有一些人這裡是沒有辦法完全了解的 當你有一個複雜的判斷是 舉例來說 x小於等於4 and x大於2 你想要把它完全換成反向的 你需要 符號兌換 連集換交集 或交集換連集 這樣可以嗎 這個,這個就是 有一些人會 有一些人會 沒有辦法那麼快的這個 就是,領悟啦 好不好 那,反正你們就記住 你們如果想要全部調換的話 就是這個,就是用我剛剛講這個方法 交集換連集 或連集換交集 然後 這個,符號兌換 大於等於就是 把 大於等於都不要嘛 就是 小於,類似這樣子 好 好,那我們 接著我要教你一個函數 這個是核心函數的1符 1符你會非常非常常用 可是1符這個函數有點怪怪 他跟一般的函數不一樣 他 他不是 就是 他不是 他通常我們 他其實可以 就是 他也可以打成這個樣子 就是 就是你可以打成這樣子 這樣也是 這就是一個標準的函數 對不對 可是通常我們不會這麼打 就是 就是 他會打成像這樣子 他會打成像這個樣子 就是 他中間有空格 因為就是 呃 我想跟大家講 這樣會比較乾淨 就是你看起來會比較舒服 這樣 不太影響 就是你有沒有 你有沒有這樣 你有沒有打這個其實不太影響 這樣子 但是你看大部分人會打這樣子 好,那接下來 if這個函數有個很特別的地方 就是他後面要加一個大括號 就是 if else的這個組合 你以後 我跟你講 你以後 打程式的時候 我等一下 練習題的時候 我會示範一下 呃 就是怎麼樣打程式 我們打程式 不是真的就是一個字一個字這樣打 舉起來說我要打這行 if if z大於b 然後我 我不是這樣子打喔 你們看我怎麼打 我不是這樣打喔 if z 大於 b 然後 這樣子 x等於2 然後 else x等於5 就算我腦子裡面想的是這個 我不是這樣打的喔 這樣打是有問題的 你懂我意思嗎 因為 這不符合我們思考的邏輯 那你們來看看實際上應該怎麼打 實際上應該怎麼打 實際上應該怎麼打 我們先把 我們先把 if if 小括號 大括號 好 這個代表是這裡要放個條件 然後這裡要放個要執行的東西 這樣可以了解嗎 然後你可以先打 else 大括號 剩下要執行什麼條件嘛 對不對 你再來打 這裡 z 大於b 這是條件 這樣了解嗎 第一 再來打要執行的第一項 再來打 要執行的第二項 這樣可以齁 好 然後還有一個 打法可以 還有一種打法可以讓你 更乾淨的這個 就是讓你看起來這個語法更乾淨 就是 if 小括號 大括號 這邊先按enter 你等一下打字打在這裡 這樣可以了解嗎 然後 接著else也是一樣 else大括號 enter x等於5 這樣子的話 你的程式語言看起來會更舒服 你如果習慣這種打法的話 看起來會更舒服 好 那我們現在來看一下這裡啦 這個 好我們來看這一串 這一串輸出的結果是什麼 z大為b 這個我們早就知道了 他 如果發生這個的話 x就是 x就是2嘛 對不對 那如果發生這件事 y就是3 所以他們兩個相乘是多少 他們兩個相乘是8 所以我們可以反推 這裡應該是false 對不對 這裡應該是true 這樣可以嗎 好這只是一個簡單的範例 然後 這邊有個重點 就是 我們可不可以 我們剛剛已經知道 一整個向量 可以輸出一大堆true跟false 對不對 可以一起做條件判斷 那我們可不可以 在if裡面 擺上一大堆true跟false 答案是不行的 if裡面就只能夠有一個true或false 這樣可以嗎 好我們來試一下喔 如果我們這邊寫 if 好這個 然後我們這邊寫y好了 y y if x 小於等於 5 我故意打這樣是因為這裡面全部都是true 對不對 好我們來看一下喔 好你看他是不是就會告訴你說 這個 if裡面的條件長度大於1 所以只使用第一個元素 好這是什麼意思 你這邊 好主要說 even你是小於等於1好了 這樣只有第一個滿足嘛 對不對 那你們看出來會多少 出來還是y 這樣可以了解嗎 所以 這個if if lan 這個中間其實有個lan 但是他通常會省略 就是沒有 就是在r圓裡面沒有lan這個東西啦 反正if完就是要lan了嘛對不對 那 這個 那如果我一次需要對很多個 項鍊裡面很多個東西進行操作 我要怎麼做咧 我要用索引 注意喔 我要用索引 好 主要來說 我可以把 我可以把所有小於等於4或者是大於2的把它換成-1 這樣我就-1把它傳到這裡來嘛對不對 好 我們來看結果 好 看到了嗎 這兩個數是不是就被換成-1了 這樣可以了解我的意思嗎 好 所以請你 所以注意一件事情喔 這個 索引裡面也可以放邏輯向量 商捷克我們只有教索引裡面可以放 就是那個整數對不對 還不能放0對不對 負自然數或正自然數 對不對 負所以 那個商捷克最後一個練習題應該會讓你印象深刻了啦 就是 他可以拿來去掉 一些你不想要的東西嘛對不對 好 所以這些都是我們需要記住的這些特殊用法喔 好 來我們來做練習 這練習一下 我們再教一個核心函數叫which 這which是核心函數喔 所以我們剛剛總共又多教兩個核心函數 一個是if 一個是which which這個功能是什麼呢 好 舉例來說 你仔細看喔 好 whichA 他告訴你1跟4 他原來他告訴你的是 true的位置在哪裡 所以which你現在一看到 你只要產生邏輯向量 你就要嘗試去用which 把找出位置在哪裡 這樣懂我意思嗎 那你找出位置這件事情本身很重要 因為你之後 舉例來說你假設想要利用什麼 鎖影啊 或是什麼 你其實都是需要具體位置的對不對 好 所以說 which 這個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核心函數 好 我們來看一下你的功課是什麼 我們來看喔 這邊有一大串數字 你不要用 你不要 這個我故意把它排得密密麻麻的啦 好不好 這裡面有一些 是 不是整數 這邊裡面有一些不是整數喔 你當然可以用Ctrl F 找一下點在哪裡 你看到了 83.3 1.9對不對 可是請不要這樣搞好不好 我請你 請你嘗試 這樣子 run了以後 然後這邊有個X對不對 你這樣搞也非常快啦 Zprint出來你也大概眼睛很容易也可以找到了啦 欸其實也不是那麼好找啊 到底在哪裡啊 好啦 算了算了不找了啦 這就不是要讓你這樣找的啦 可以嗎 好 大家嘗試一下 找出不是整數的位置 所以應該是先產生一個True Force向量嘛 對不對 然後用Whitch進行 這個大概很明顯 那告訴我這些數字是什麼 顯然就是要用鎖影嘛對不對 好 來 交給你們做了 我們來看一下這題要怎麼處理啦 就是 我們的目標是要找出 不是整數的部分嘛 對不對 然後我們想一下手上的工具有什麼 我想 最直覺的工具應該是 這個 就是 找出 這個 就是先找出四整數的部分 那我們可以用AsInteger 強迫X變的整數 那這樣子的話 這樣子的話 這兩串 X跟AsIntegerX 這兩個 它 相等的部分 就是整數 對不對 可以了解嗎 那它不相等的地方 那它就有可能不是整數 對不對 為什麼 因為我們知道AsInteger這一個函數 上個禮拜我有教 它會把小數部分直接去掉 好 所以說 你如果問它等於等於X 你得到就是整數在哪裡 然後你這邊看到幾個Force 那就是那些地方了 你要怎麼把它反過來咧 來不等於 把等於X不等於 對不對 來看著 好就是這些地方了 然後 這個東西 欸 你可以 呃 我建議大家 我可以建議大家一件事情啦 大家 在寫程式的時候 尤其在一開始的時候 盡量 先把結果暫存下來 就是這個Y 它是一個 邏輯向量 對不對 那你再WhichY 好 這樣你會得到答案 那WhichY 你得到答案之後 你可以把它等於Z 這是所影值嘛 對不對 那你得到是這幾個位置有問題 你其實可以X Z 再把它叫出來 這樣可以嗎 那你就知道是哪幾個數了 好 好這個 我希望大家在新手的階段 盡量寫成這個樣子 好不好 就是 把 你任何一步 都把它暫存下來 任何一步 再把它暫存下來 啊不要 不要 盡量不要一下 一下子就 呃 這個 你馬上就想到 這樣子 類似這樣 這樣寫 好 因為這個有 這樣寫法 有幫 還有一個好處 就是它可以幫助你訓練 我剛剛講那種函數的寫法 欸不是 不是函數 程式的寫法 你的程式寫法 不是 一開始就想好了這一整串是怎麼樣 然後 就這樣按照順序這樣把它打出來 而是先把結構想好 然後一個洞一個洞放進去 這樣懂我意思嗎 所以 那你這樣寫它就會像一個洞一個洞 你看你這一大串它其實是可以 你其實是這一大串直接把它放到這裡 對不對 然後再把這一大串 放到 這裡來對不對 你這樣 你直接這樣寫大概 大概 就是非常非常困難 你就很難 一下子你第一時間就把 三個步驟都想好了這樣子 好 那我們來回來 除了這個方法 還有什麼其他方法 還有一些方法 舉例來說 你可以用XX出於 %%1 %%1就是 找余數嘛 對不對 好這邊會有一些 很大部分都是0對不對 那所以你是要找不等於0的部分 好你可以找到一堆True 那你這樣子 好你這樣子得到的Y應該是一模一樣的 你得到最後的答案是一樣的 這樣可以嗎 好 所以說 這個 大概這一題大概兩種解法已經很多了啦 這個當然就是 呃程式員還有很多種其他的解法 不過有一些不是我可以教 我有教到了這樣子 呃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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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盡可能就是 在我有教到的範圍內去實現 啊當然就是 你 會多一點函數沒有問題啦 對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回圈呢 好 這個回圈 回圈的關鍵是這樣子啦 就是 呃 我們需要利用索引 因為回圈 能動的東西 變數的名稱是不能動的 能動的只有變數裡面的數值 這樣可以了解我的意思嗎 這是回圈的最重要的基本需要知道的事情 好 所以無論如何我今天如果要產生一個費波納奇數列 我一定要把它寫成索引形式 也就是像類似這樣子 費波納奇數列 欸高中應該全部都教過吧 還是現在又被刪掉了 有嗎 沒有 好沒關係啦 就是 反正就是某一個數列啦 就是前 前 呃 我實在也是搞不太懂 這個 這個 呃 反正 呃 它的這個數列形式就是這個樣子啦 好 那 這個數列形式它長成這個樣子 那 呃 你現在已經看到了 它 它是這個 我們上捷克 我們上捷克 比費波納奇數列稍微困難一點 就是 偶數向是要相乘 激數向是要相加 這樣可以齁 好 但這裡就是全部都相加 所以這個 看起來稍微簡單一點對不對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要怎麼把它換成回圈的形式 好 你這樣做顯然是沒有辦法用回圈的啦 所以我說要抽變數 抽變數就是 我把 你看著喔 欸是不是 321被我換成 I I-1I-2 那接著這裡是不是全部都可以重複 I I-1I-2 I-1I-2 然後我只是把I改掉 這樣可以嗎 這個上一節課我有教過喔 我這邊只是再複習一下 就是 再這樣強調一下 你要用回圈 你需要寫成這個樣子 好 所以我跟大家講一件事情喔 我期望大家 寫回圈的時候 不要一上來 尤其你現在是新手的時候 新手 新手的階段是什麼階段呢 大概我希望你至少 我希望你在至少 下 就是 第四節課開始以前 我希望你寫回圈的時候 盡量 不要 腦子裡面 一想到 你就把回圈寫出來 這個基礎不穩 因為 之後你會遇到很複雜很複雜的回圈 你是不可能先 預先把所有結果都想好 這樣你懂我的意思嗎 你 你 就是你第四節課開始前 就算你認為那個問題再怎麼簡單 也不要一下 一上來就寫回圈 先 把問題寫成這個樣子 再把問題寫成這個樣子 你如果 要 一開始就跳這一步 我可以接受 可以嗎 你先把問題寫這樣 先多複製幾次 不要浪費 多複製幾次沒有關係 這樣可以嗎 這樣子 這樣子才有 這樣子 你遇到真正很複雜的回圈操作的時候 你才會 就是 你才不會一下子就認住 因為你以前已經習慣了 就是 你這個有點像怎麼樣 你知道嗎 如果你習慣 一下上來就寫回圈 這就好像你看到數學證明題 你就一定要先在腦子裡面 把所有證明過程都先解完 都不喜歡先寫下來 這樣就很難解 這樣子 那種 那種 也許你這個 這個 天資聰穎啊 這種奧林匹亞級別的這個數學問題 你都做得到 你很厲害 我就問你 黎曼猜想你怎麼解 你解給我看 對不對 腦子裡面想給我看 對不對 那種人家寫三百頁都還證明不了的 對不對 這個不可能 所以 這個人腦是有極限的 不要這樣搞 好不好 我們把它分散出來 這個 那我們現在來看回圈要怎麼做 好 我們現在需要建構 我們現在不要看上課講義 我們現在要 因為上課講義 省略了那個打回圈的那個方法 就是那個順序被我毀掉了 好我們看著喔 回圈是這樣子的 來 我現在 我先把上面留著 好 我從下面繼續打 顯然我需要的是 我需要的是這樣子 就是 X11 這個起始的問題 我需要留下 對不對 好 這個我也要留下 好然後 我是這一行 我現在還不知道 R裡面的回圈怎麼打 可是顯然就是這一行裡面 我需要 有一個東 我需要讓他 按照某一個順序 i等於3 i等於4 i等於5 i等於6 就這樣一直在推下去 這樣可以嗎 好 所以請你先指定一個indexes 好你可以叫idx好了 等於3到6 這樣可以嗎 這是一個額外的變數喔 這不是i喔 我只是 先把這個東西放在外面 這樣可以了解嗎 好 所以接著 i這個變數 就需要跟著這個idx 從idx的第一個數 到idx的最後一個數 這樣可以嗎 好接著 來看著回圈怎麼打喔 你的回圈必須這樣打 for 小畫號 大畫號 好 注意我這邊打enter喔 跟我剛剛講iflame那個一樣喔 這樣打比較乾淨 好 這樣可以嗎 你需要這樣打 好接著 這個回圈裡面 小畫號裡面的是 小畫號裡面要放的是 你的變數 然後跟他要怎麼去 他要怎麼一個一個增加 打法是這個樣子喔 請你先打in 請你先打in在裡面 然後in的左邊 in的左邊 打上變數 好是i i要動 這樣可以嗎 in的後面 打上 剛剛你的idx 這樣可以嗎 注意我的打法喔 注意我的打法 我知道 也許你很熟練的時候 你可以一上來就 小畫號裡面直接寫 i in 3 to 6 你可以這個 以後 你熟練了之後 你這樣打我沒有意見 好不好 現在拜託你 先把他抽出來 先把他抽出來 但你之後真的覺得 這個是小細節啦 這個 這個即使是很高難度的回圈 要這樣打應該也是沒有問題的啦 因為真正高難度的地方在這裡 就是 如果 i等於3的時候要做什麼 i等於4的時候要做什麼 好 這邊非常清楚 他只需要做這行 對不對 完全一樣 所以請你直接把它複製上來 好這樣子就完成了 這樣可以嗎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把上面刪掉 run 好答案是一模一樣的對不對 好然後 既然他現在是回圈了 你要把 6桿20 好這是不是也是非常easy 這樣可以了解我的意思嗎 他這就是回圈 注意一下我剛剛怎麼打的喔 我再重複一次 請你先打for 小括號大括號 然後在這裡先打上in 先打上in 然後左邊放 你要跑的那個變數 就是你那個數字要一直換的變數 i 右邊放上你的indexes 然後這邊貼上你的語法 貼上你的語法 這樣可以嗎 好那這個語法怎麼來 請你先到前一步去建構這個語法 多幾次 建構那個語法 你不用全部打完啦 就來說你打到6 3到6對不對 你沒有必要打到20 就算你 就算你的目標是要到20 可是你先觀察規律 好不好 好 這個他的做法是這個樣子 我想大家是可以想像的 好這個20 好我們來跟你講一下 回圈中的變數 這個不見 就是這是一個示範 就是 student 是小滑 小明小王 score 是 180 70 那這邊有個函數 cat 這個函數 cat 它是一個核心函數 可是 它是一個輸出的函數 就是你要把 這一個東西把它 就是把它貼在一起印出去這樣子 這個cat 是這個函數 它很少會用到 可是它是一個很重要的函數 就是 因為我們現在所有的操作 全部都在電腦裡面對不對 你還沒有機會把它輸出 你要記住cat這個函數 可以把東西輸出 但是 現在用不到 這樣可以 好 來這一串 來你看喔 好 i是1到3 對不對 所以第一次執行的時候 小滑的考試成績是100 小明的考試成績是80 小王的考試成績是70 好 出來了 這樣可以嗎 好 所以 請你 這個只是一個小示範 這個東西 你看過就好了 你幾乎不會用到它 我只是想跟你講說 你如果在回圈裡面 你想要放文字 那你要怎麼 因為回圈看起來是數字嘛 對不對 那你要怎麼去運用 你需要用索引 去套東西 這樣可以齁 來 練習和NDNC數列 這個數列名稱是我隨便亂取的 反正就是我出的作業 好不好 它跟剛剛有一點點不一樣 那一點點的不一樣會造成天差 就是會對回圈的撰寫產生很大的挑戰 這個以往我的經驗是這樣子啦 就是我用這個練習題 大概只有三分之一的同學 可以做出來 大概 不過 做不出來 不太影響後面 因為 我看最後大家交作業的 就是交期末報告的時候 最後大家還是會學會的 只是一下子 你要挑戰這個問題會有點難 它難在哪裡 它跟剛剛幾乎一樣 唯一的差別就是 有時候要用乘號 就是偶數的時候用乘號 有時候偶 激數的時候用假號 所以請你試著 一樣喔 請你試著 拜託先從這裡開始 好不好 你可以先貼了啦 因為這裡 這裡我已經寫完了嘛 對不對 這裡我已經寫完第一步了 我已經寫完第一步了 所以請你先從抽i這個變數開始 那抽完之後再來做回圈 好不好 好 那我們先給 我們先給大家一些 這個練習 好 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 我不知道大家是懶得打字還是怎麼樣 但是 這個我來幫大家打一下 大家比較容易看到 觀察到規律 i等於1 i等於3好了 i等於1好了 這個其實沒有什麼關係 這邊改成i加2嘛 對不對 這個是i 好 這邊是i加1 好 這樣可以嗎 這樣應該很容易嘛 對不對 好 然後接著 這裡i等於2 i加2 i i加1 好 所以 這樣子下去 是不是我可以一直複製了 這樣可以嗎 好 i等於3 i等於4 i等於5 i等於6 好 我就這樣子就好了啦 我實在太多不想打了 好 好 我覺得第一步 大家要先能夠看出是這個樣子 你如果真的懶得打字 然後你腦子真的想得到齁 我覺得我們是可以同意你省略這一步的 好不好 好 可是我要教大家 當你腦子裡面想到這一步 或是你已經打完這些 這個過程之後 你下一步要做什麼 下一步請你 拜託你喔 你一定要這麼做喔 你一定要4 小括號大括號這樣打喔 你一定要這樣打 你不這樣打真的是非常非常困難 然後接著 i idx 等於1到6 這樣可以打好喔 然後先打印 idx i 那這樣子你再把它放進去 這樣可以嗎 好 不過這邊問題出來了 這就是大家下一個考驗了 這個 這兩行不一樣阿 對不對 這兩行不一樣 所以 我來跟大家講 你 所以你需要去判斷i 你需要判斷的是 你需要判斷的是i喔 你不是判斷y喔 你只要判斷i 你要判斷i是基數還是偶數對不對 好 所以你在回圈裡面應該寫成什麼樣子咧 你應該寫成這個樣子 if 小括號 大括號 else 大括號 請你先寫成這個樣子 好 我就幫大家解一半解到這裡 你需要寫成這個樣子 至於 這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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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別要填什麼 大家可以想一下好不好 再給大家一些時間 好我們先 首先阿我們先 跟大家講一下 已經到這一步了 繼續要怎麼做 好顯然 這裡我如果要放基數 這裡如果是基數啦 判斷i是否基數 我們先打上去好不好 i等於基數 我覺得 我覺得你一開始的時候齁就是 就是 我現在寫的 我現在寫那個語法的速度都非常非常慢 就是我把 每一個思考細節都拆開了 大家可以試著 試著 跟著我這樣的節奏這樣做 因為這樣會真的比較簡單 好 如果i是基數的話這邊要放什麼 很明顯 這要放加的這一行 對不對 可以嗎 那如果i是偶數的時候咧 可能就是成的這一行 對不對 好 那所以我現在只需要 只需要完成一件事情 我要如何判斷 i是基數還是偶數咧 我現在就想得到三種方法 第一個 i %%2 所以i除以2 是否等於1 這是第一個 判斷是否是基數的方法 這樣可以嗎 好 我們把它寫在上面 來 主要說i等於 i等於6的時候 然後 那我這樣就可以判斷 它是否是基數 對不對 這樣可以嗎 好 那第二種方法是什麼咧 你其實只要判一種方法就可以了 可是實際上有很多種方法 你還可以判斷 來 i除以2之後 as integer 它是否等於等於i除以2 這個就是判 因為我們剛剛有教過整數嘛 對不對 你把它除以2之後 它要是不是整數 它如果不是整數 它是不是就是基數 你也可以這樣打 還有一種方法 比較不容易想到啦 好不好 就是 -1的i次方 它是否等於等於-1 這樣可以嗎 好 所以這裡 這裡你要填任何一個進來都可以 我們就填這個好了 這個看起來最炫了 對不對 這個看起來最炫了 來 Y 看一下Y 看一下答案 看到了吧 這個是標準答案對不對 好 我們現在關鍵 這個就不用大家想了 我們就來 給大家看一下 我們要怎麼做這件事情好了 好 我剛剛 那個給已經做出來的同學一個額外的挑戰 就是 你有沒有可能不用if-else來做 好 如果不用if-else 我們先看看 它應該寫成什麼樣子好不好 所有同學應該都有到這一步思考 就是 你現在要去掉了嘛 對不對 好 我們先把它去掉 好 所以顯然它的結構 我有 蠻多同學 一下子就想到了 所以 沒有人規定 大括號裡面只能夠一行程式嘛 對不對 你可以 先執行這個 再執行這個 你是舉手嗎 還是抓頭 抓頭 這個 所以你可以這樣子 對不對 所以你可以這樣子 對不對 可是這樣就出現問題 很多同學都發現 這個 這個地方重複了嘛 對不對 所以要怎麼辦 要怎麼辦 唯一的方法就是我們退回到這一步 來 仔細看 我們退回到這一步 我們退回到這一步 然後 注意一件事情 請你把它 你現在確定要兩行為一個循環嗎 對不對 請你這樣子 好 如果你已經做到這一步的話 下一步我來告訴你要怎麼做 你希望這裡是I等於1嘛 對不對 是吧 那你希望這裡是I等於2嘛 你希望這裡是I等於3嘛 對不對 對不對 你現在這裡是I等於4嘛 對不對 好 剛剛那個解最久解不出來的同學 告訴我這一格應該要填多少 要3要換成I 跟I的關係要怎麼填 就你啦 看得出來嗎 如果變成這樣了你看得出來嗎 你注意 注意觀察 I等於1的時候這格是3 I等於2的時候這格是5 I等於3的時候這格是7 所以是多少 i乎非常好 那這一格呢 2乘i-1可以嗎 要 這樣子觀察下來 這樣可以嗎 好 有沒有覺得這樣子 你如果寫成這個樣子 當然 大概你規律就很好找了 這樣可以嗎 所以我為什麼希望大家寫下來 是有原因的啦 就你寫下 你不寫的話 你腦袋裡面 你馬上要發現它是 用2i來循環的非常困難 雖然說 其實你是想得到的 因為它有兩行程式嘛 你聽我的意思嗎 好 那這一格是寫2i嘛 對不對 2乘i 那這一格勒 那這樣可以啦 2乘i加1嘛 好 這邊是2乘i嘛 這樣可以嗎 2乘i加2 好 這樣子你就換完了 你全部都換了 注意我的順序喔 我先把它列出來 然後先指定我i就是要多少 因為那個i是多少 一定它回圈就只能這麼搞嘛 對不對 i是多少我就寫上去啦 那接下來是不是就很簡單了 好 這樣 這樣我就可以透過觀察規律 來發現我的鎖影值到底要放什麼數字 這樣可以嗎 如果 你這樣很容易就發現 你一開始i等 i這邊是3 你說3i那就不對嘛 對不對 下面搞不出來嘛 它很容易就可以透過觀察發現 這樣做完以後 來 for 小括號大括號 好 i idx 等於1到4 這樣可以嗎 好來 印 印先打上去 i idx 好 把這幾行 這兩行一起貼上來 好 可以了 好 這樣就完成了 這樣可以嗎 好 所以就是 我再重複一次啦 就是 這個就是比較進階的做法 比較進階的做法 就是你用更少的積木 把東西堆出來嘛 對不對 啊 不過 呃 這樣做 我 應該說我可以跟你們講啦 呃 我的上課經驗裡面 能夠 我記得 大概兩三戒只會有一個人 這個做得出來啦 每兩三戒只會有一個人 就是 他可以直接就想到第二種解法 那 可是 如果你用 呃 我是不知道那兩三個 那兩 就是那偶爾一個人會是怎麼想出來的 可是 按照我剛剛那種想法 大部分 大部分人應該都有能力想得出來 這樣可以嗎 好 所以 拜託就是大家打下來 會比較好一點 好 尤其是當我們要面對 今天的第三戒多層次回圈的時候 你如果沒有打下來 大概就非常非常困難 我們再來給大家看打下來的必要性 我們這次要找的是什麼 植樹 找植樹 植樹怎麼找 我們來想一下植樹的定義是什麼 這個 欸 就是他不能 他不能被比自己小的植樹整除嘛 所以 所以在 2就是個植樹 我們就直接定義他的植樹了對不對 那你在檢查3的時候你要檢查什麼 你要檢查2 那檢查4的時候你要檢查什麼 你要檢查2也要檢查3 那個檢查 然後你發現檢查2出問題了 所以不行 不能用對不對 檢查5的時候你要檢查什麼 2 3 4不用檢查 因為他不是指數這樣可以嗎 那 檢查是否可以整除 這件事情你們好像都做都做到了 我看這邊至少有 這邊大部分的同學應該都想到 就是 除以他餘數是不是0 對不對 可是唯一的問題是他要越檢查越多 對不對 而且 你還必須隨時知道前面有哪些植樹 這個問題 你看我現在馬上講 找植樹 這個一下子你就會發現 真是你沒有想中簡單 對不對 我問一下這邊有誰有上過其他程式課的 舉手一下 有 好 有找過植樹嗎 有找過植樹 好 那也許你還是會啦 這樣子 我們來試試看好了 那 應該說找植樹這件事情 不是 有一些程式課會被跳過 但他其實是 其實是一個很簡單 但是 就是 你一定都了解 但是 你就會知道操作很複雜的一個 這個 東西這樣子 通常不會第二節課就教 這是實話 不過 因為後面我還會給你們更多挑戰 所以這個 我第二節課就要讓你們看 好我們來看一下 找植樹我們要怎麼做 我要先跟大家講 你在檢查數字的時候 你一定不可能跳過數 對不對 不然你現在要檢查 2到7好了 你覺得 你有可能一開始 不然你就2 3 5 7好了 對不對 哪有這樣搞 所以你一定 4也要檢查6也要檢查 對不對 所以請你一開始的時候 請你一開始的時候 請你一開始的時候 這是 我跟你講這裡 這個不用特別學 只是 就是 你不用特別記說 我找植樹的時候 我一開始是怎麼想的 因為這是一個特殊的解題思路 但是 這只是一個demo而已 告訴你程式可以這麼搞 就是 我要檢查2到6 然後我要用鎖影去記錄 我要去鎖影值去記錄 這到底是不是直數 還是他已經檢查完了 好 所以我需要有一個 AnswerX 等於 repeat true 5次 repeat這個函數 告訴你 它也是核心函數 repeat某一個東西幾次 好 好 這樣子 X跟AnswerX 它到底 可以拿來做什麼組合咧 可以拿來做XAnswerX 的 縮影組合 好 所以說 這個AnswerX 就是一個 記錄答案的東西 喔 我跟大家講一下 因為等一下 我已經知道等一下 我要寫回圈了 所以你的數列不能動不動就增長 注意你的數列不能動不動就增長 也不能動不動就減少 你不能說 是不是 我就把它丟掉 這樣子 X的第三個數 本來 本來是4 現在又變5 你在做回圈的時候 你這個I 隨著數字就往後動了 對不對 所以說 X 這個數列的長度你要固定 所以你只能 額外去增加一個 記錄答案的向量 用初跟4的記錄答案 所以這裡需要一個AnswerX 這樣可以嗎 我跟大家講 需要開一個額外的 欄位或是向量來記錄答案 這件事情很常用到 不過解值數這裡 你要知道它需要用到這個技術 這樣可以嗎 我們的想法是這個樣 好接著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 我們先就直接複製貼上好了 因為這一串 你多半年寫得出來 你對3進行檢測的時候 你要怎麼檢測 X2 除以X1 的餘數是否等於0 如果是的話 Answer2 就等於False Answer 這邊就是說 如果 他被整除了 我就要讓 那一格的Answer是False 那一格的Answer是False 等一下我在做這件事情的時候 他是不是就會被捨去了 這樣可以了解嗎 那他只要 任一個條件滿足就好 就是 他可以除前面所有的數字 他可以除前面所有的數字 我先跟大家講一件事 這邊 這邊我的寫法 還 就是還不是找指數的標準做法 我找指數的標準做法 只要檢查前面的指數就好了 對不對 實際上更進階一點 他還可以檢查 不是檢查所有前面的指數 他可以檢查 比更號自己來的小指數就可以 這樣可以吧 就是他還有很多可以跳過的步驟 但是我現在這邊就先簡單化 他檢查所有前面的數 不是只檢查比自己小 不是只檢查比自己小的指數 是檢查比自己所有小的數 這樣可以嗎 好 那你看喔 這一格我來檢查什麼 3跟2檢查 對不對 4跟2檢查 4跟3檢查 對不對 來 5跟2檢查 5跟3檢查 5跟4檢查 這樣可以嗎 6跟2 6跟3 6跟4 6跟5檢查 這樣可以了解我的意思嗎 好 我這樣寫 我想應該了解了吧 好 這樣寫有個問題 你注意到了 你的 行數不一樣 你現在有幫他打包回圈嗎 你有幫他打包這個 這邊變得回圈嗎 不行啊 剛剛還有個2循環啊 現在這個哪來的循環啊 所以這個沒辦法打包對不對 沒辦法打包 我們就要先簡單點 先打包簡單的 好 我們仔細看 我們先從這裡來打包好了 來這裡 你有沒有發現動的是這一格 對不對 只有這一格在動喔 只有這一格在動喔 這樣可以吧 所以 我這裡可不可以改成 i等於1 i等於1 i等於2 i i等於3 i i等於4 我是不是可以把這裡改寫成這個樣子 因為這邊就只有一個東西在動了 對不對 好 大家注意我的解題思路喔 就是 我這個要上課 這個如果你回家複習 你要看影片 就是你那個 看上課講義的話 這些過程都被跳過了 所以你要看影片 好不好 你看一下我是怎麼做出來的 好 那 你已經寫成這樣子了 剛剛我們已經學會寫回圈了嘛 對不對 那這樣你回圈要怎麼寫 來 一樣 來 for 小括號大括號 idx 等於1到4 可以嗎 然後 這裡 for 先打in 然後你i要打上去 i idx 好然後 接著這一行就是重複的了嘛 對不對 這一行是不是就可以放上來了 這樣可以嗎 這樣可以齁 好 那我們來仔細看一下 我們還是照苦工來 我們怕同學跳得太快 這樣受不了 一樣 i等於1 i等於2 i等於3 好這邊一樣換成i 好那 這一大串要怎麼換成回圈 好我們一樣再來一次 idx 等於1到3 好 for 小括號大括號 好大括號我直接填了啦 好 for in idx i idx 好這樣可以嗎 這邊是不是就可以刪掉了 好 所以我是不是一層一層把它包了 那你包好一層回圈之後 你應該就發現一件事情了 這個跟這個 顯然有一些規律對不對 他要動的地方在哪裡 其實只有這裡這裡跟這裡有在動對不對 這樣可以嗎 好 所以我們先這樣複製上來 來這裡改成2嘛對不對 這邊改成3嘛 這邊改成3 這樣可以嗎 好1 2 2 這樣可以嗎 這樣可以齁 那這樣子的話是不是 你現在i已經被用掉了嘛對不對 那你是不是可以再產生一個新變數叫j j j 等於1好了 j等於1可以嗎 好 j等於1 有哪些地方會動 仔細看一下 這裡 這裡跟這裡對不對 好 j j 好這裡這裡要改成j加1 這樣可以嗎 因為這裡是2嘛對不對 好一樣喔 如果你不容易抓到這個規律的話 請你 請你就直接這樣寫 請你就是 多打幾行 多打幾行讓你好好抓規律 這樣可以嗎 好來一樣 那這邊 是不是這裡改成j 這裡改成j加1 這裡是不是也可以改成j加1 這樣可以嗎 好所以我這邊是不是又可以複製了 好3 好4 這樣可以嗎 好然後來注意 那現在這一段是重複了對不對 這三行是不是全部都重複了 那我現在是不是可以打包j回圈 好那我們來打包j回圈吧 好 4 小括號大括號 好注意喔 注意一件事情 請你不要再用idx囉 因為idx 在這裡被你用掉了對不對 所以你這邊可以用idx2好了 或者是idx1之類的東西 好不過其實 我想都已經寫到這裡了 大家應該可以接受這樣 直接in 這裡直接寫1到4 這樣可以嗎 然後這裡寫j 好複製上來 好這樣是不是就完成了 這樣可以嗎 好這樣是不是就看到答案了 好那我們來做一些進階的好了 我們再來抽一下 我們現在要找6下的指數對不對 max x等於6 那這裡是不是可以直接被改成6 這裡要被改成多少 減1 這樣可以嗎 4要被改成多少 減2 對不對 好再做一次 這樣一定沒有任何改變 好那我們現在maxx改成100 來好了 欸看到了嗎 100下的指數 這樣可以嗎 好 今天練習題非常簡單 重複剛剛做 重複剛剛一次 就重複 重複到這個階段 不要直接用貼的啦 好不好 而且這一段你們感覺出來 他不可能用打的啦 就是 就是你不可能這樣一上來 你這些你就可以想到就是長這樣 不可能嘛對不對 那個 所以請你試著這樣子 請你試著從這一步開始 好不好 好從這一步 從這一步開始 從 這裡 這裡 跟這裡 這樣開始 這樣好嗎 然後打包到這個階段 你如果 你很厲害 很快就做完了 對不對 這一題我們給大家 10 10分鐘的時間來做 好不好 如果你很快就做完了 欸 請你做一些挑戰 挑戰什麼咧 第一個 這個 值早 值數 值早比自己小的值數 再更進階一點挑戰 比早比自己更號 就是更號 比自己的開更號還要小的值數 再做一些挑戰 如果 已經發生了 已經發生了以後 來 給你們一個新的玩意 叫break break break 就是我 我找到 滿足了 我就不檢查 因為再檢查還是沒用了 這樣可以嗎 好 那 來 我們給大家挑戰一下 好不好 好 我先 到這一步 然後我要跟大家介紹的是 我們怎麼樣 我們什麼樣有機會啊 可以去 跳過一些步驟啊 break一些結果 這樣子好不好 好 我們來看一下 好 我們就用6這個數字來看好了 因為你如果用前面太小了 它看起來不會有感覺 這樣子 好 呃 你現在 我們現在是檢查到第J個數對不對 DJ個數是這個 DJ個數就是 D 這個 就是 呃 6的話就是檢查它前面的嘛 對不對 這樣可以吧 好 那我們現在來看一下 現在你當前要檢查的數是哪個數 其實是 XJ加1這個數對不對 這個是你當前要檢查的數 這個是6這樣可以吧 因為 X是2到6嘛對不對 那J加1是第5個嘛對不對 所以這是6這樣可以吧 所以你現在當前要檢查的數其實是 這個數 然後你要對它開根號對不對 好 來 開根號是SQRT 如果你 背不起來SQRT 你可以 那個 2分之一次方 好不好 它 SQRT 等於 SQRTX 好 我這樣寫就是 它等於SQRTX 對不對 好 那等於SQRTX 那我們現在來看一下 我們先執行到這裡好了 呃 就是 這個回圈我們先不要管 我們先把它註解掉 註解是 Ctrl Shift加C 然後你就可以直接註解掉 這樣可以齁 好 那如果想要返回就 Ctrl Shift加C 再一起回來就好了 好 來我們來看一下這裡 到這裡為止 這個SQRTX 就是根號6嘛對不對 2.44對不對 是要比它 可以 是要比 是無條件捨去喔 這樣可以嗎 是無條件捨去喔 好所以 這個 你可以接Sint 你可以接Sint 因為它不可能 因為它一定是個正數 這樣可以嗎 開完根號之後 一定是個正數嘛 這樣可以喔 好來 這個Sint 所以是比這個小嘛 好 那我們要比這個小 是要比什麼東西 比這個小呢 我們是要看 你看 原始的這個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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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它小 的位置是在哪裡 這樣可以嗎 好 那你這樣子 就是 得到這個 結果之後 你看就只有第一個嘛 對不對 可是問題是 我是要 比它小的最後一項 對不對 比它小的最後一項 我都要檢查 這樣可以嗎 好 所以 我應該 來 我要比它小的最後一項 都要檢查 我們這裡 鐵定是用 Witch 對不對 Witch 等於 就是 Lower Lower Index 這樣可以吧 比它小的最後一項 要檢查是1 對不對 好 注意一下 我現在問你們 你們先想像一下 因為我現在寫的沒有 比較沒有那麼多項 如果 如果 這邊是不是有很多True 對不對 到比它小的應該都是True 對不對 那這是不是就是1到多少 所以我是不是可以直接把這個東西 直接取代到這裡來 這樣可以理解我的意思嗎 你當然也可以找到它的最後項 它的最後項要怎麼寫 Leng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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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再1到這個 這樣沒有意義 你也可以這麼搞 就是 這個等於Length 你也可以這樣寫 只是這樣沒有意義 因為實際上 這一整串你可以直接寫下來 這樣有聽懂我的意思嗎 你們有聽懂齁 好 那所以 呃 所以我們可以直接這樣寫下來 好這樣就是 只檢查比自己 還要 比根號自己還要小的數 好那下一個 我剛剛已經教了嘛 這邊可以Break對不對 這邊可以Break對不對 好 可是下一個有問題啦 其實我有必要檢查所有數字嗎 好像沒有必要 我只要檢查比自己小的直數 對不對 啊直數剛剛 直數這個結果 剛剛存在哪裡 剛剛存在 X 欸剛剛存在AnswerX裡面啊 誰打給我 等一下 喂 不是非常方便 可是你就講吧 我是在上課啊 你快點啦 快點不要浪費時間快點 好我們繼續來 這個 你的結果存在這裡 對不對 所以其實 所以其實你 你的條件 你的witch的條件 應該是除了比這個小以外 除了比這個數字小以外 你還需要一個條件 就是AnswerX要是True 如果他已經被改成False了 抱歉我就不要了 這樣可以嗎 好 可是這樣 這一個數字 這個 這裡他就會變成 他會變成不是只有 不是按照順序的1234567 對不對 他可能會跳 他可能會跳號 對不對 好 所以 我先跟你們講一件事 跳號 放進回圈是沒有關係的 你們可以直接放 可以直接放 可是啊 畢竟我還沒有教到可以跳號 對不對 那你還可以怎麼解呢 你可以再產生一個 idx等於1到lens 這樣絕對就是沒有跳號了嘛 對不對 這樣絕對就是沒有跳號了 然後 我們把idx放在這裡 然後他是i嘛 i會改嘛對不對 那我們可以把i 我們可以把i改成就是 就是 就是我們可以把這個 等一下要改的這個i啊對不對 改成這個就是 再給他改成一個新的變數 叫做 就叫value好了 等於 i 所影 lower index 這樣懂我的意思嗎 好 我們來仔細 理一下這所有的邏輯好了啦 好不好 理一下這所有的邏輯 首先 我先找出 當前 比現在當前這個數字來的小的 來的更小的根號對不對 然後我要as integer 這個有沒有as integer都可以啦 好不好 但是你可以把as integer 小於等於 然後他同時還要滿足另外的條件 就是他當下我已經確定了 他是直數 這樣可以嗎 好然後接著 你得到這個以後 你先產生一個idx 就是 我總共如果他總長 他是235好了 那他總長度是3嘛 那我這個 這個就會變1到3對不對 然後我的i要1到3才跑 然後我先把i 我先把value改成235 然後我再把這個value改到i這裡來 這樣可以嗎 我這邊忘記改了 好 所以這就是我要的 我要包到 我要包到 這個 我要包到J回圈裡面的東西了 這樣可以嗎 好 那我們把maxx 好 maxx-6 好 maxx-1 好這裡是maxx-2嘛 好然後這裡就是 就最後就是答案了嘛 對不對 好我們來看一下 欸 等一下 我這裡看一下喔 這邊J是多少 欸我們剛好出現問題了 我來教大家怎麼檢查好了 好不好 所以你要檢查的時候 你可以直接打J 等於多少 J是1的時候出問題了 J是1的時候 J是1的時候 到底出什麼問題 我們來看一下 因為是1 因為沒有 因為沒有 因為沒有比這個小的 沒有比這個小的數 所以他不檢查 好那我 我跟你講 這個就是我剛才寫回圈的時候 我寫得太複雜了 導致自己都忘記這裡 但是這裡出錯了 你現在看到了嘛 他長度是0 對不對 所以你這邊可以 再加一個if if length 大於0 你才要做 這樣可以嗎 否則就不做了 好這個只有一開始會出錯啦 這樣應該就可以了 好這樣可以了 我們把maxx改成 1萬 我故意用1萬的喔 因為我要讓你們看有多快 你們看喔 我現在按run 大概是1秒多吧 好 好我們就這裡 我們來看 我們這裡改成1萬要多久 好我這裡是用2喔 所以我這邊改就是maxx-1 我們來看1萬要多久 顯然超過1秒多啦 好不好 要很久 我根本要很久很久 你看到現在都還沒有結束對不對 好 我跟你們講 我今天上課都上到這裡啦 這個 你們大概回去練習一下 我大概跟大家講一下 就是這個 我們這門課 每一堂課都有嚴格的遞進 嚴格的遞進就是前面不會 後面大概就是非常非常困難 就是幾乎是不肯做得出來的 所以我建議一件事情 就是大家 如果你真的是想學會的話 回去稍微複習一下 確定你每個練習題 可以在不看答案的狀況下做出來 如果你當場已經做出來 就不需要了 就是你再嘗試一下 那做完之後 再隔個幾天再做一下這樣子 這樣你會確保你程式會寫 這樣你會確保你程式會寫 然後啊 我再跟大家講一下 就是 這堂課我是不喜歡點名的啦 所以你不想來就算了 你自己對自己負責 到最後那個要交那個 就是要交那個 就是 網站的時候交得出來就好 不過來有個好處啦 因為 那個 你們在做的時候我會去看 我如果確定有時候 有些人什麼鎖影寫錯啊 寫中畫號的時候 沒有寫前面的變數什麼的 我大概教你會比較容易一點 這樣子 好那我們就上課上到這裡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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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